来自欧洲的景黄呢 要来体验一下亚洲排位的风土人情 这不就巧了吗 我们亚洲最具代表性的本田 哎 就要给景黄带去最阳光的笑容 所以别的还好啊 就怕景黄跟大雄打完以后呢 哎 发现自己对这个游戏的理解可能是错的 从此一蹶不振啊 我很担心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EBO 2018的世界冠军啊 被这个大雄的屁股当场做到退役 明天直接上英国的头版头条 好吧 好了 回到这一团队值了 熊哥那边已经没有了斗翅 没有斗翅的熊哥表示这个游戏才刚刚开始 好 这里有金房 然后来到版边 接下来SA1来 果然 要能翻这个盘 没有这个SA1肯定是不行的 熊哥那边没有骗对手坏了 那这一波一个蹦上墙游戏就结束了 我只能说一手金房救了景黄 不过刚才大雄没有使出自己最经典的这个初剑杀 他那一发头锤是直接中到对手身上的 以前的话基本上都是不撞你 直接给一手头锤对吧 好这里上来骗到了一个蓝黄收招 不过这一套TC打完后面的百列是没有接上一屁股做到 还可以再压还是一屁股第三次的还是一屁股好 下座游戏结束 锦黄说这个游戏是真的可以这样子玩的吗 我怎么也算是2179的布兰卡 这里有一手金房 电门倒以后直接SA凹中 然后再一个头锤过来 还是用蓝黄 今天熊哥没有打算要骗对手的意思 下转了魔座 这里一个百列倒地 再一屁股坐下去 青龙之百列开始打循环 这里当中一定会有一个点 那个点虽然变了 但指令头没有中 没有中的话 这边锦黄是直接带CA 诶 SA3这个东西 讲道理 我觉得布兰卡有条件的话 全部交SA2可能是最理想的 SA2的压制力明显要比CA来的好多了 这里都没有笨重 再跳一个正面 青龙之百列回了非常多的斗吃 但是熊哥不慌 熊哥还在复毒 手上有两个能量 两个能量可以凹两次 要不要凹 不凹 这一次锦黄退缩了 他选择退开 当你感到害怕的那一刻 这个游戏可能会提前结束 熊哥那边没有斗吃 打的比有斗吃的还凶 锦黄表示有点不太理解 眼前的这个男的根本不打算防守 还是一屁股继续坐下来以后 锦黄再也绷不住了 倒地了 就这一局打完 我觉得锦黄一定会觉得 熊哥刚才那一把 赢的是韵翅 那不服 就再来一把 好 现在上来又是一个开门剑杀 来到了版篇 百列一摩 这边没有办法对空 叫反击 底下反击的话 锦黄也没有第一时间还到对手 绿冲取消指令头 给自己留一丝斗气 下一步 还是直接撞 直接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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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看 强如锦黄面对四连撞 一样 不过失 就在原地发胎 我跟你说 大雄最大的魅力就在于 他打任何世界级的高手 都可以把对手打成新手一样 眼前的锦黄 你觉得跟新手有区别吧 没有任何区别 完全没有任何招架之力 他根本想象不到 他的对手可以这样子打他 哎 到了第二中 上来又是一屁股直接坐下去 怎么说 再一个头锤 顶过锤 锦黄已经不知道该干嘛了 然后按了个蓝黄 又被吃了一个头 很难受 我这里终于近方到了 把对手换进反偏 你敢压吗 好敢压 直接给SAR SAR 然后 红哥这边那么直白 直接一个反击 把对手打出去 斗期交控以后 继续给压力 这游戏能这么玩呢 对手在开了SAR的情况下 什么都干不出来 这里终于找到一个机会 可以按一下 然后 SAR没有凹到 这一波的话 可以按到版边了 那大熊这一次上墙是得吃的呀 然后 奔上墙了 这一波连段 能不能带走 带不走的话 大熊起身 可是有话要说的 两次 加上满斗器资源 爬起来 直接一个头锤 把没有中脚吃下去 游戏结束 起身想拼一脚 这一次警方没有选择退缩 考虑到对手 虽然有可能有SA 但是这一波不压 有失2018世界冠军的气质 上来之的头锤坏了 被警方一波 问题不是很大 血量掉的也不多 位置没到版边 一屁股又坐重一后 再来一个逆向 警方终于想起来 自己还有对控的技能 但是这玩意儿需要虚力 但凡这一次没有 虚力的情况下 你依旧不好对 你只要站在原地 你就不能针对这一刀 直接奔上墙 重脚抬上天 这一波的话 首相好像是有CA的 资源全部灌出去以后 给上致命的一支SA3 警方 我觉得他现在应该考虑的是 在街霸六项目当中的 小祖赛能不能出现了 感觉非常的危险 好吧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 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